哈嘍大家好,我是阿子,换回来Brasp,Rober上的海贼王 好的,万众期待的更新20,终于来了 OK的,超久,伺服器还一度崩溃 应该不能说一度吧,二度崩溃 可见,非常多人期待 好吧,现在抽一个果实了 新版本地抽,Let's go 现在所有的果实的外观都变了 哈哈,星星耶 它会跳耶,非常可爱 好的,新黑刀 结果这把刀的外观变了 超大把的 果光还是一样 然后,我是V3 之前看的预告图啊,是V2 V3还是很帅 看这特效 帅气 然后,所有的果实 都重做了 它的外观 都变得非常的可爱 龙果的话好像 没什么变化 跟之前差不多一样 灵魂也没什么变化 龙果几乎没变化 甚至没变化 只图标变了而已 变得比较卡通一点 面团就变了 哈哈,好可爱 中里好像宝可梦 哦,这个是爪子啊 OK,现在的爪子果实改名字 痛苦果实 但是它的技能是一样的 指名字跟外观变了 大混账 好像九尾果实 你不是说是大混账还不知道 传送文 这个是死众吧 哈哈 凤凰果实 OK Angry Bird 愤怒你啊 蜘蛛 哦 可以啊 艾水果 它这形状 有点像苹果 大佛是一个 蒸鱼 哦 看这动画 呵呵呵 它有大佛的光环 地震 真的好像宝可梦 垃圾了 果实没了 变成火箭 OK 好吧 最便宜的果实 火箭 我们来吃看看吧 哦 技能 完全不一样 看下一技能啊 火箭拳 OK 应该说是飞弹拳 看我的手 变成一个飞弹 哦 2300 OK 一个远程技能 哇 这容易用多了吧 重力超难用啊 重力是往下掉 然后第二招 也是往下掉 第三招 往下掉 嗯 而且是空袭吧 OK 这也是远程技 感觉好用很多 应该可以用来打海兽 三技能 哇 Oh my God 好帅哦 它可以跳多远啊 火箭冲撞 火箭冲撞 哦 三千二 太爽了吧 飞行 哦 OK 这飞行就很好用啊 之前的飞行 这些垂直飞鞋 拿这把伞 目前 也只增加了新 两个新果实啊 一个是萌马像 比重力贵一点啊 贵个果实啊 还有一个是 生生果实啊 OK 新果实我们下次来练吧 然后就是 钟里没有了 以及旋转的图标 就成蓝色 好 就这样子 接下来就是 大家最好奇的新的岛屿啊 新的拳幅 应该是在新的岛屿才可以拿到 还有新的武器之类的 OK 新的岛屿叫做TK Outpost 再船过去啊 哇 直接下雨 好像是只有新的岛屿才会下雨 好吧 猜错了 然后 船也是重做 我们先看 一般的船只 叮当 哇 嘿嘿嘿 它有个小房间耶 可惜是为了进去啊 还是一样的慢啊 只是外观重做而已 下一个滑行 滑行差不多一样吧 感觉质量变更好啊 OK 接下来 铝 这一个好大喔 这有这么大吗 好漂亮的 然后 这不知道什么船 这 哇 这会不会太大 哈哈 哈哈 这一搜 看到它的血量吗 看不到头了耶 这太大了吧 我好像能进去 我还真的能进去 还有房间 可以啊 然后上面 可以站在这边啊 旺峰台 哈哈 超大的这搜 好接下来就是 奢侈的船 第一个是 奢侈的船 第一个是奇迹 哇 这一个 翅膀耶 它好像是会飞的吧 看它的预告 怎么飞啊 哦 它好像要离开岛屿才会飞 第二个呢 哇 哇 这也是好大 哇 这只应该是火箭船啊 飞船 这个 Oh my god 起飞 哈哈 这个没有那个大炮可以用 好 另外两艘呢 这个 гolien 守护者 还是鲨鱼吧 还不能站 鲨鱼船啊 这一个有大炮 哇 三连法 呼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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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快 OK 之前的天鵝就是这一艘吧 今天天鵝没有了 变成鲨鱼船 这一艘应该就是那个预告看过的 那个类似鬼船的东西 有灯船 前面有一张灯 OK 之前的千里阳光号 变成这一艘了 有灯船 那我的船头 这灯还在晃 OK OK 所以我一船有展示过了 然后这里是新的岛屿 OK 这里超大的 现在居高等可以练到2550等 这是新的敌人 我练个一等看看 这个要打什么 导boy是什么 导boy Yu-ki-boy 他妹妹有什么特殊技能 嗯 算是好打的 OK 生一等 近战的上线应该是增加了吧 好 增加了 哦 beast hunter 哦 这个是做新的物品啊 哦 需要这些材料耶 这是海兽王啊 立尾坛 他打海兽王 哦 beast hunter 这是什么称号吗 海兽王的盾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OK 应该增加一些属性 这个 鲨鱼猎人 这是做东西的 哦 有个锁定 鲨鱼牙的项链 OK 这都要打海上世界 再拿这些材料 这是下饿 哦 然后新的拳法 这边啊 有个NPC 好像会教你新的拳法 OK 这个 Suffy 你缺少一些 人库的心脏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才能解这个 新的拳法 好 接下来新的导游在这里 就可以附魔你的装备啊 就像我们之前的预告看过的 可以让你的武器非常OP 哦 来了 这个 好的 OK 它可以附魔你的剑或是枪 我的武艺剑太弱了 应该是要强化过后才能附魔 它还可以制作这个 附魔本啊 要用这个东西才能附魔 但是如果不想刷的话 你可以用课金 课金的方法 好 新增了课金商店 多两个东西 800R跟1500R的附魔卷奏 太贵了吧 它是有3%可以获得 这个祝福奖励吗 神话几次10% 嗯 那还是要赌运气的东西 这个有五个 买起来 直接附魔我的御田好了 御田双刀 看一下这附魔 这个吗 我可以选择你的卷轴吗 呃 传说集 Let's go 哦 哦 打开啊 哦 OK 点多一下 看吧 哦 增加掉率 这个好像挺有用 都是一级啊 可以547%的减伤 这是对超人系有6%的伤害 然后对自然系3% 增加金钱掉入15% 还蛮少的 这个特殊能力是疯狂啊 OK 这个好像是增加你的速度 那你打到敌人的时候 这一般速度吧 好像你造车的伤害越多 增加的移速越多 哦呦 有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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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有增加一丁点我的移速 接下来就海上事件 我 新增好多海上事件 OK 我换一首 要好我的船 Let's go 这超多礁石 会触礁吧 装看看 嗯 没事 嘿嘿 OK 可能飞行船就在这里就很好心事 哇 这是什么 哦 鲨鱼 行的 死 哦 吹着我 那可以掉材料吧 野兽其身 哦 哦 掉了 鲨鱼的牙齿 呃 这个 哦 这个可以用来做好多新的东西 海兽王不知道和谁会遇到 应该也是海上事件之一 哦 现在多了这个啊 危险程度 可能要到五级才会遇到 海兽王之类的 一级的话就小鲨鱼了 哈哈 超可爱 好 好像是离 岛越远 危险程度越高 然后大树那边有个 特殊的区域 可以直接上升到五级 那只要刷隱藏岛应该 好像变得更困难 海上事件多了这么多 五级了 come on crazy oh 隱藏岛 海上事件多了更难 隱藏岛应该没变化 哦 要满了 六级 哦 这是什么 哦 What 灯都尸啸 欸我灯被摔毀了吗 六级 為什麼我看不見 完了 什麼鬼 飛天魚 死 死 我還有 嚇死 我還升級 雷電的翅膀 看不見東西 位置的領域 燈是被咬掉了是吧 被破壞 欸 這什麼 暴風魚 這東西在攻擊我 等一下 快離開這裡 非常惡劣的天氣 海獸 這什麼 哇靠 鯊魚王 還破壞我的床 海獸這時候出現 哇 看起來我打不過他 他有把我吸過來 這個位置 欸 太強了吧 靠腰咧 快跑 打不過 哇 OK 大家說這也是特殊區域 可以直接到散 到達五級 喔 這是什麼 小島 喔寶藏島 喔 三個寶箱還有FB耶 哈哈 是新的 新的寶藏島 喔 新的船件襲擊 哇 船也太大了 還有魚還襲擊我 OMG 希望多少啊 現在船件襲擊的FB變得好少 但是我不是要坐在船上 去出發 喔 這是什麼船 喔 不一樣了 完了 幽靈船 這兩艘 掉了一個東西 這是什麼 哈哈 哇 這是船員啊 死吧 Fish crew member 他的游泳 喔 十個 OK 這個也可以用來做 很多東西啊 來了 那大火給我打 喔 可以耶 看來要用大火來 制裁一下他 很好強 可笑吸血 給我死了 邊跑邊打 喔 OK 他不用那個技能我就很好打 喔 感覺可以耗死他 喔 要死了 金紋射 SIR OK OMG 夠難打 300咧 F 然後掉了一個什麼東西 OK 變種了牙齒 大火會比較好打 OK 如果你俗進行加劍的話 可能更好打 再用個吸血鬼應該就很好打 會竟然不要跳 跳的話 用那招 把他吸過來 那招傷害太高了 一個人打的話 就 很難打 好吧 就這樣子吧 海獸王不知道怎麼才能遇到 今天我們先玩這吧 謝謝大家收看啦 我是評論Dio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